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Y点的实验室 我是外叔 今天碰到一个奇怪的事情 这片草丛中全是这种泡沫装的东西 谁这么没素质 吐了这么多痰 十分恶心 诶 不对啊 这数量有点多啊 到处都是 直觉告诉我 这其中一定有蹊跷 所以我下定决心 克服重重心理障碍 来揭开这个秘密 不出所料 这里面果然有蹊跷 看 里面有一只绿色的虫子 这是一种半吃母昆虫 名字叫做墨蚕 这外面一层泡沫 就是它们分泌出来的 墨蚕会躲在这层泡沫里面 一来可以保持身体湿润 以抵御夏天干燥的空气 二来可以保护自己 躲避天敌 毕竟除了我之外 谁会去碰这么一坨痰呢 再来看看这里 果然也有一只墨蚕 这小家伙绿绿的 长得还挺可爱的 放回去 诶 这是不肯走了啊 看 这里到处都是墨蚕土的泡沫 看过了奇特的墨蚕 我们再来看点刺激的 这里有好多金龟子在抱团取暖 不过 这三只金龟子的姿势好奇特啊 谁能告诉我它们这是在干嘛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还挺有意思的 那就给我点个赞吧 这是一张旺眼呢 我也购存在 那这幕看看 这门蚕土的地震 你现在来看 因为这个家伙绿的 这个家伙伴 就是销路 你在垂直 都现在有阿划 早里 那 teilweise 中文字幕——YK